嗨,大家好,我是王鴻成 我是要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心情 還有我學到的事情 就是鋼的人都超厲害的,所以我很緊張 我也沒有很多PVD可以向他們一直滑一直滑 我可能只有幾張而已 然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個就是棉花糖 棉花糖是什麼呢? 咦? 就是這本書,就是叫《鮮別集的棉花糖》 大家有看過嗎? 然後他就是裡面說了一個觀念就是言辭享樂 對,然後言辭享樂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要達成一個理想 就是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跟一段很長的路程 對,但在其中你可能遇到很多就是誘惑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如果你可以就是先放下誘惑不看 就是朝著你的目標前進的話 就是可以達成你的夢想 就是延遲 就是比較有機會達成你的夢想 對 然後 然後 我可以自己按嗎? 對 然後 就是言辭享樂 就是我自己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我想要運用這個能力 所以就是我在這次的期中考 就是 我先說我有一個室友 然後我的室友他習慣很棒 就是他都會先看完 就是讀完書之後再 看什麼YouTube 然後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休閒一下 但是我就不一樣 就是我每次都是 就是 早上考完之後還有下午一整天的時間 但是我就是 呃 先用FB再說吧 不然就看個影片之類的 然後我就一直到晚上 然後 想說啊怎麼那麼晚就沒時間讀書 然後心情就很差 然後可憐早上考試也沒有就是很有把握之類的 然後我就 就是過得很 就是心情很不好 但是我就是想說 這是我考試要用延遲享樂這個生活方式 然後我星期一晚上就很認真的就是 先去圖書館看書 然後看完之後呢 我再去 就是也可以跟我室友一樣 就是晚上就是看個YouTube 然後用FB 然後很開心的就睡覺 對啊 所以我就 隔天之後 就星期二有一個考試 雖然說他很簡單 可是 我就寫得很充實 然後寫得很快 然後就是覺得 呃 就是很爽 因為每一題我都非常就是有把握 所以我就很高興 所以這個延遲享樂這個生活方式 又推薦給大家 大家可以試用看看 對 然後 再來就是說 呃 就是我覺得這個很棒 所以我就推薦給大家 今天就是我早上看了一篇文章 它裡面就是說舒適圈跟勇氣區 就是舒適圈就是我們平常生活就是可能 一生都在冷氣房裡面過得很舒適 就是 雖然過得很舒適 但一生就這樣過去了 可是你有沒有嘗試就是走出你的 就是走到勇氣區去看看 就是他把勇氣去比喻成一座就是 很高的迷宮 對 然後這個是我朋友就是去西班牙的一個 真的迷宮 就是真的就是 有那個很多樹 然後看不到外面那種迷宮 對然後 你能不能就是走出冷氣房去 迷宮裡面 尋找你的夢想 雖然說進去就是 進去這個迷宮可能成功的機會 走出 走到出口的機會 就是其實不多 可能只有一趴或兩趴 但是 就是只要你 能進去試試看你就有機會 對然後有一句話就是 不做不會怎麼樣 但是做的就會不一樣 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這樣 對所以我就是要證明我有行動力 所以我想要突破我的舒適圈 然後我就來參加台大的焦點 對因為我就是上台其實會緊張 然後有時候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可是我想要試試看 對 對然後就是 想要證明我自己有行動力 就是雖然說 就是考試在禮拜剛結束 我剛考完 然後上禮拜 就是 可能比較閒 所以我就想說 我想要去買衣服 然後結果我就 自己跑去40S買衣服 對然後我就在捷運上 遇到朋友 然後他說你要去哪裡 我就說我要去40S買衣服 他說蛤 那是什麼時候你要去買衣服 然後他說 就是我想說我 就是自己頭腦想的事情 我想要馬上把它實踐出來 因為我不想要等到 就是可能哪一天我才要做 可能等到考完試今天 去試飲宴宴室之類的 因為我想要證明就是 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要馬上去完成它 所以雖然說這樣就是很不認真 可是我也是想這樣做 所以這件衣服就是那天買的 對 所以說 行動力很重要 對 然後就是證明我行動力的 點還有一個 就是大家有沒有看到這三本書 就是秘密魔法跟力量 對然後這是第一 我買了魔法 然後現在還有就是力量 但是魔法這本書它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會每天要你做一件事情 對 我在之前參加台中焦點的時候 是哪時候 阿楓嗎 阿楓在嗎 是哪時候 2月 2月的時候 就是我在看這本書 然後它就是每天 它總共有30天 每天都會叫你做一件 就是特別的事情 然後我從那時候 就是參加台中焦點的時候 就開始做 然後一直做到現在 然後這些就是我做的筆記本 喔這本是後來的 然後這些就是每一天的筆記 就是很多就是要寫的東西之類的 然後就是一天一天這樣子 就是每天都要寫一些東西 然後我現在就是雖然它只有30天 謝謝 但是我就是現在累積到現在差不多80幾天了 就是我想證明就是我有行動力想要完成 我想要完成的事情 然後我做這件事情也讓我變得比較快 就是它教我們就是要懂得感恩 其實感恩 講起來就是文字上的意義 可是如果你就是深刻去體會 用心體會的話 會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價值觀 就是我們現在在資本主義的社會 就是大家可能都是以前為價值觀 就是什麼名牌包之類的 就可能很好之類的 像我自己可能也會有這種觀念 我想就是買什麼 就是surprise帽子之類的 可是 就是 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 我覺得這個價值觀就是 有一點點 可以討論的空間 像我最近就是我們學校有報告 那個中文的報告 然後我們那一組是報告魯迅的藥 魯迅的藥是在說什麼呢 他就是在說 清末的紹興年間 就有一群人 就一般的民間 他們都相信說 沾了血的饅頭 可以治烙病 對大家應該有看過這段書 對他沾了血的饅頭可以治烙病 就是現在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很荒謬或是什麼的 就是為什麼沾了血的饅頭可以治烙病 對 然後但是大家在當時一直都很相信這樣子 然後故事中就是說 有一個人叫華老酸 然後他有個小孩叫華小酸 然後他得了烙病 需要治療 所以華老酸呢 就聽信當時大家就是 謠傳說可以用沾了血的饅頭治病 他就去賄賂一個筷子手 就是砍人家頭那種筷子手 然後 然後他就跟他 就請他幫忙一下 然後結果他就在早上起來的時候 半夜的時候就起來 去跟那個筷子手拿那個沾了血的饅頭回家 然後 但是他拿回家給他兒子吃之後 他兒子還是死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告訴我們說 沾了血的饅頭不能治烙病 對 然後就可以反應說 當時大家都覺得說 沾了血的饅頭可以治烙病 那那個藥 大家當那個饅頭是藥 可是那個饅頭 最後還是沒有救 那那個饅頭 是不是可以就是 像是我們現在的名牌 就是如果我們 就買到名牌包或什麼之類 我們就會覺得 就是很高興或什麼的 就是像藥一樣 讓我們 也不是很快樂 就是可以治療我們的心靈之類的 對啊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想想看說 就是名牌這種 在那個資本社會的價值觀中 就是可以思考一下 對 我在講一下這樣 然後這張圖啊 就是 有人知道是哪裡嗎 沒有 這是那個 澳洲的那個 墨爾本 對 然後 為什麼會放這張圖 就是之前不是有那個新聞嗎 就是說 有六個損工的工作 就是很爽的工作 你可以到澳洲工作 然後它是 整個範圍是亞洲之類的 就是日本韓國那些 還有台灣這些國家的人 然後 全部只有六個工作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是要試一下 就是要展現自己的行動力 所以我就去拍了一個影片 然後 就是寄出去了 現在就在等他看 就是我能不能有機會去澳洲工作這樣 然後這是我想去的墨爾本 結果把它當作我的 就是 電腦的 就是桌面 就是期許自己能在這裡走路 對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請評論 請問一下 有 有 為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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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